先前说到竹子 就让我想到过去认识的一位姐妹 很喜欢欣赏国画 有一天我就发现她在画竹子 我很套气地问她 是不是开始拜师学艺了 她说不是 只是因为去听了一个画家 讲到关于画竹子的故事 引起她的兴趣 于是她就和我分享了一点 她听到的心得 那位画家说 一幅竹子的画面 它给人快乐的感受 还是不快乐的感受 全在于你画的时候 怎样画竹子的叶子 比方说吧 三片叶子的组合 其中有一片是主要的 画家称它是主人 左右两片就是陪衬的叶子 画家称它为客人 陪衬的叶子不能没有 否则画面就很单调 而即使有 也要和那主要的叶子 配合得好才行 画家说 这三片竹叶子 要有扇子的弧度 才会看起来快乐 否则就会给人 垂头丧气的感受 至于四片竹叶的组合 道理也相同 当中画家形容 两片就是男主人和女主人 而另外的两片就是客人 如果把当中的两片竹叶 画得很开 它们各跟旁边分开的叶子 耗得很近的话 那么看起来也是会给人不舒服的感受 原来简简单单的画几片竹叶子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 我相信这位画家 一定是对竹子仔仔细细地观察过 而且内心也深深地去感受过 才会有这么细腻的表现 竹叶的组合是这么重要 也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 那里说着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就像同一颗竹子上的竹叶 要彼此搭配得好 才让竹子显得快乐 我们弟兄姐妹呢 也是在同一个生殖上的肢体 当然也要彼此相顾 才能让整体写得和谐 又讨竹的喜悦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